来进入今天华尔街论坛要跟大家讨论的几个正式的话题 第一个是在中国天津发生的大事 过去几天 9月11日、9月12日在天津 天津滨海机场 无论是在9月11日晚间 在9月12日晚间要前往天津滨海机场的旅客 或是要从天津滨海机场出发的旅客 都发现他们的航班或延迟或被降或取消 那么在网上也有铺天盖地的视频 说天津滨海机场遭遇了UFO 遭遇了不明飞行物 遭遇了美国军用机的侦查 我们在梳理这些视频的时候 发现有的视频其实并不发生在天津 有的视频的发布者并不在天津 那么为了更好的甄别这样的视频 我们从很多视频里去选 根据我们紧急梳理出的一条规则 梳理出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可信的视频 这个梳理的规则只有一条 那就是在视频里有没有人在说天津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 可以较大概率排除虚假视频 或者是说谣言视频的一个办法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视频 鸡汤啊 又被疆又延误了 不知道咱们回事 又说无人机了 我们现在又在这样 昨天没飞成 今天又说无人机 这啥无人机啊 两天都找不着他 有个棍 是这个吧 那你自己俩配什么吗 两个是吗 咱们俩前面还有一个 这胆太大了 这个有点 你怎么做 我太牛逼了 看这有没有背将吗 一会儿又得停了 回家了 那先跟大家梳理一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天津滨海机场在9月11日 以及9月12日连续两晚 都发生了多趟航班被延误的情况 那根据网络上的一些人士的分享 有多架飞机在天津滨海机场上空盘旋 无法降落 那么根据这个飞行软件 显示的是天津滨海机场 有多趟进港航班被降 多趟出港航班延误或发出预警 其实有延误的可能 那么连续在两晚 9月11日晚 以及9月12日晚 天津机场是公开回应说 这个由于公共安全原因呢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截至到这个9月11日 对于9月11日这个延误情况 就有的统计显示 在9月11日的晚上 航班延误就有29架次 取消了8架次 有32架次被降外场 有3000多名旅客的出行 受到影响 那么消息一出呢 这个大家最好奇 到底是什么原因触发了天津滨海机场 连续两晚遭遇到这个机场延误 机场需要申请大量被降的情况 有一种声音就分析认为 这可能是遭遇了无人机的黑飞 那么在机场周边的空域 发现这个未经许可的无人机 黑飞的情况 其实并不是没有 但是也并不是很多 那么现在你只要是在中国也好 在美国也好 以合法的渠道购买到的这些无人机 其实在这些无人机的硬件里 都被植入了一个叫电子围栏 这样的一个硬性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在一些区域 你是无法去进行飞行的 无人机在这些特定的地理位置的区域 是无法起飞的 哪怕你让它强行起飞 关闭一个GPS的连接 这些无人机在飞到 比如说20米的高度 就会自动的降落 无法再起飞 所以说 那么大家就在讨论 这个天津滨海机场连续两页遭遇的问题 是不是遭遇到了黑飞无人机的入侵 那黑飞无人机呢 是讲的是 有的无人机可以说通过软硬件破解的方式 突破这样的一个电子围栏 那么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平台也好 或者是一些电商用户也好 那些提供无人机软硬件服务的 出售无人机软硬件服务的商家呢 多少也可以说可以提供这种硬件破解 软件破解这样的服务 可以说把一个可以说把一个 装备电子围栏的无人机呢 改到无所不能 但是对于天津滨海机场 是不是遭遇的无人机黑飞的状况呢 目前我们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大家好奇的就是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结合天津距离北京非常的近 大家好奇的是 这个北京和天津这两地难道是不设防吗 而且是连续两晚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我在上节目之前 我拿地图 在这个地图上呢 拿尺子量了一下 其实距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 20多英里 这个就是30公里之内 就有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军用机场的地方 参考周围的 这个参考这个网络上的公开的一个开源信息呢 这个在天津滨海机场西北方的这个机场 可能是一个军用机场驻扎着中国空军的空72旅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无人机黑飞也好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机场 遭遇到连续两晚的入侵状况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公开报道显示 中国的军方有任何的回应 或者是说有任何公开的信息可以透露 那么不用想也知道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呢 肯定是中国军事力量 这个防卫力量最核心的一个区域 但是天津这样一个国际级的机场 连续两晚不是一晚遭遇这样的事情 让人觉得非常的蹊跷 那么有人就讨论是不是外星人 有人就讨论是不是一种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探测 也有人讨论是不是就是小学生 这个无意间突破了无人机的电子围栏之后 进行的一个大胆尝试 那对于连续两晚天津滨海机场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未来会不会还会再连续发生 或者是说这个背后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能不能请何必先生给我们梳理梳理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的知识和对这个事情的分析能力是非常的有限的 不过刚才小杨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你在美国可以购买无人机 当然不一定是大疆的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无人机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它的自由度是非常之大的 到了后来你就发现 你到无人机带过去旅行 或者是到郊外去玩一玩 其实可能性你就发现非常非常之低了 受的限制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区域啊 你是没办法玩无人机的 所以虽然现在无人机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但是满天并没有出现无人机的状况 哪怕是你在自己的后院子里面玩 它都受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 刚才小杨跟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新的知识 我是有所感受 因为我很早就有一个买了一个无人机 到现在为止已经废弃了好几年了 就是发现它能够用的功能很小 就是可用可玩的地方很小 第二个就是讲到这个人们的传说 就是任何一个公共事情发生的时候 人们都有很多的这种解释 而有些解释啊 容易就是一个谜团 比如说在一些年之前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吧 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工作的这个附近 就是起飞的一架民航机 大概飞机上是有两百多人吧 突然之间就解体了 当时可以说是很悲惨 很多的机体坏落在这个黄浩区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悲痛的一幕 但是后来公布的一些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 其中就说了这个民航机是被黑军打下来的 因为黑军就在附近进行演练 可能不小心击落了这个民航机 但是没有任何解释 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传说 到现在在网上如果你查一查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那么还只是证明在不远的地方 有这个海军在活动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事情嘛 官方它永远不会做出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那中国的情况就更糟糕 中国是一个公共信息经常产生封闭的一个国家 尤其是涉及到军方方面 它不解释完全是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办法去制约这个解放军 或者是要求解放军怎么样 没有这个 它等于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法外之地 所以解放军出现这么多贪官虎 大家也一点不奇怪 对吧 本来共产党的官员 政府就不受这个舆论监督 不受其他力量的监督 那解放军就更加是这样 那么我当然是趁向于认为军方的作为是比较大的 而不是民间的行为 因为民间的行为 以这个解放军的对航空领域的掌控的程度 它不是说几个小时 它在几十分钟之内 它就可以掌控这一点 所以不要去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 它没有这个防空能力了 因为整个的区域是在解放军的掌控之中 中国民航只是得到解放军的批准 以使用这个空领域而已 另外是解放军的主要的空降系统 除了在刚才小阳查的在天津附近的空降系统以外 主要的空降力量也是在河南和河北这些地方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空中的危机 除非是他们真的是躺平给习近平脸色看 鉴于习近平去西北了吧 没有管这个事吧 我们就闹一个事 除非这样的事情就发生 否则的话 领空出现这个问题 连续两天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也可以想象了是不是发生病变呢 政变呢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没办法确定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无人机 如果是无人机应该是军方的测试 或者是军方在引力某些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 如果是民间使用 那未来可能就会公布 说这是一个民间的犯罪集团 或者是怎么怎么的事情 总之啊 有一些基本的信息应该给大家透露一下 但是他既然不透露你怎么办法呢 所以只要等待着他们哪一天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不过影响也不是很大嘛 有几千人嘛 这是中国人嘛 我觉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群体 什么事情都很惊讶 我是经过了一些在美国的一些公共事件 有时候在地铁 有时候在高铁 不叫高铁 我们叫长岛火车 或者说在民航上 也是遇到这种事情 但是我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大家就是默默地在等 也没有几个人来喊呼叫 有一次在长岛的火车上卡了几个小时 那么广播里面指示 广播一下我们前面出了事情 也许15分钟以后可以 要过一下时间 不行了 还要30分钟 过来也不行 一个小时 就没有看到老百姓在那里议论啊 在那里讨论啊 每个人要么看自己的书 要么就在睡觉 要么就在玩手机 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安静一点 在公共场所上 我不知道小阳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 我们觉得 跟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报道方式 以后发生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事情呢 我们觉得应该都跟大家提供一下 讨论一下 也许你们比我们应该还更有这个好的可用的信息 或者说你的分析方法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总之它是个公共事件 是个大家关注的事情 就应该呢 都都都都都 我们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讨论一下这样的事情 否则的话我们天天谈政治太无聊了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那刚才和平先生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一场空难呢 我刚才看了一下是美国的美黄587空难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1年的11月12日 那么这样的一起空难一共造成了265人 连地面人员连乘客连这个空服乘客 空服人员一共有265人在这样的一起事故中 就是在整个附近吧 对 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这样的一起空难呢 因为它恰好就是发生在911事件的两个月之后 所以大家感到对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呢 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惊 当时对于相关的这个谣言呢 传播呢也是非常的广 那么这样一个美国航空587空难也是美国境内啊 历史上第二大空难 那说到信息公开啊 其实可能正是因为中国这个信息公开做的实在太不够了 才有更非常多的这种揣测啊 谣言啊 那么外星人啊 还是说这个美军打过来了 那么说到信息公开呢 其实啊 就在这个天津滨海机场被连续两晚遭遇这样意外的同时呢 在美国这边呢 这个现在川普的这个搭档JD万斯啊 他的这个航班 他的飞机啊被称为川普二号的这个飞机呢 也是有一个这个触犯触动这个禁飞的一个嫌疑 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前段时间 那么JD万斯以及他的这个团队搭乘的这个川普二号班机呢 在华盛顿DC飞行的时候呢 无意间呢飞临了这个白宫以及这个纪念坊间塔的这个禁飞区 所以呢 他们是需要向这个美国的这个空管的系统进行一个汇报 为什么你飞到我们禁飞区上空了 那么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首都上空的这个上空的安全呢 那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美国 那么你可以看到的是啊 那么在华盛顿DC的无论是这个IED还是DCA的这些机场 他们的这些民用航班在飞临整个这个DC核心区域的时候呢 必须是沿着一条非常严格的航线避开所有的禁飞的区域 那恰恰是JD万斯的搭乘的这个川普二号飞机呢 在前段时间在飞行的过程中呢 还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好呢 背零了这个白宫上空坊间背上空的这个禁飞区 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触发了一个需要进行汇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些信息呢都是公开的都是可查的 那相关的报道呢也是在第一时间呢 在网络上有过报道 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而相比较之下呢 天津滨海机场的这样的两晚的闹剧也好 或者是说意外也好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呢 我们是无从得知的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进一步的从各方面去分析 看看这个现在北京的这个首都防空圈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运作的状态 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这个各位是有没有什么什么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或者是说其实这个一切呢 尽在这个北京卫数区是陆军了 一切尽在北京军方的掌握 那么天上的几个亮点也只是军方的无人机而已 那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先讨论到这里 我接下来其实下一个话题还是跟 我接下来其实下一个话题还是跟